原标题台媒民进党被只干涉柬埔寨内政在简台商极了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9月19日报道 柬埔寨新周日报9月初在头版报道 有爆料消息指出民进党极端分子涉嫌与柬埔寨在野的这国党领袖跟索卡合作 企图推翻柬埔寨政府引发柬埔寨的高度关注 柬埔寨台湾商会赶紧大动作在华商日报等华文报纸连续刊登三篇声明 指出近日月报传闻有些台湾分子问题绝对与绿检台商毫无牵连 以求自保 柬埔寨新闻网站Fresh News引述一位匿名脸书贴文 声称反对派就国党除与美国联手 还与台湾极端分子合作 企图发动颜色革命推翻洪森政权 该脸书贴文附上跟索卡女儿在2016年1月16日出席 在英文竞雄台湾地区领导人活动的照片 暗指民进党涉入就国党活动 柬埔寨政府正在调查当中 然而柬埔寨媒体的报道让台商感到忧虑 现在都不太敢提及台湾的字眼 以避免不必要的联想 柬埔寨台湾商会在9月3日至5日连续在新州日报 华商日报头版下方以会长张清水为名 堪在声明启示撇清台湾极端分子 与台商无关强调爱在柬埔寨 柬埔寨台湾商会资深秘书长陈克杰接受岳阳电访时表示 刊登声明启示主要是因他们是生意人 台商做生意不想牵涉政治问题 只要能平静就好 不要影响在当地经商责任编辑出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